创立在1976年的法国国民运动用品品牌迪卡农 2012年台中南屯开设第一家旗舰店之后 目前全台湾已经有11家店面 2018年9月29号上午台中北屯店又盛大开幕 整个卖场面积有7000多平方米 迪卡农计划将北屯店打造成全方位的运动平台 提供运动产业相关业者跟机关团体合作交流 所以开幕活动除了有轻松的体操示范之外 还有热情的啦啦队表演 就是因为台湾的运动风气越来越蓬勃 迪卡农台中南屯旗舰店 目前已经有25万个会员 为了让喜爱运动的民众有更大的体验空间 迪卡农特别将北屯店顶楼规划成空中运动场 规划了不同运动项目 还有专业的教练 提供免费指导 帮助大家身体更健康 体验更高的运动乐趣 除了有精彩的开幕活动之外 北屯店还特别规划了十项运动趣味闯关活动 并且准备了一千份的登山背包 免费送给闯关成功的民众 很多人都西家带卷的来到卖场 体验各种轻松 有趣又健康的运动项目 满大的啊 就是各个都可以就是尝试啊 对啊 场地呢 场地啊满大的 因为它其实不只这边楼上也有 很开心啊 要给运动啊 场地不错啊 非常好啊 设施很完善 迪卡农在全世界四十多个国家 有将近一千四百多个门市 1990年还设立了台湾生产采购中心 包括自行车 冲浪板 太阳眼镜 纺织品等商品 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提供最优质的运动商品 结合台湾内部运动产业 推广台湾的运动风气 走向全球国际化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台中报导